美军中程导弹在菲律宾待不下去了 根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昨天7月4号 菲律宾军方对外公开宣布说 部署在菲律宾用于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 美军中程导弹系统将撤出菲律宾 今天4月份的时候 美国陆军对外宣布说 美军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提封中程导弹系统 这种导弹系统是可以发射 包括标准6还有战斧巡航导弹 美军是借着跟菲律宾举行监并监盾盘 这样的联合军演的名义 把这些射程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导弹 给部署到菲律宾的 美军肯定是特别想把这个中程导弹 能够长期部署在这 这样美军就能够破天荒的 在西太平洋在南海方向 首次部署地面发射的中程导弹 这个地缘和区域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 可现在按照菲律宾军方发言人的说法 菲律宾军队现在已经学会如何使用维护这些导弹了 但这些导弹将在9月份或者是更早的时间就得运出菲律宾 也就是说这些导弹是不能继续在菲律宾部署的 这事挺有意思啊 美军中程导弹进入菲律宾 那是美国政府跟菲律宾共同商议后的结果 可现在呢 菲律宾军方却说美军这导弹很快就得离开了 也就是说菲律宾政府这回是改主意了 不同意你美军在这继续部署这种导弹 美军中程导弹部署在菲律宾 对地区安全形势和稳定的破坏性啊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菲律宾人也不可能不知道 先前把美军的中程导弹给引进来 菲律宾是打着他们自己的小算盘的 可最近一段时间啊 菲律宾人啊 突然发现他们可能是打错算盘了 美军能保护得了他的安全吗 根本不可能 前一阵燃焦事件的时候 美军的航母在哪啊 事件一出 美军的航母跑得比谁都快 早早的就驶离了这片区域 菲律宾人当时啊 原本还指望美国人能给他们撑一回腰呢 结果呢 完全指望不上 指望不上怎么办 现在不还得回头是岸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军方啊 发出的声音 说总统小马克思指示了啊 要缓和 这会儿呢 又不允许美军中程导弹继续在这部署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其实啊 就这美军所谓的这个中程导弹系统 从技术角度来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是新皮装老九而已 用了一个新名词叫什么提风导弹系统 其实发射的不还是那个老旧型号 战斧巡航导弹吗 这种高压硬速的巡航导弹 放在二三十年前欺负一下伊拉克这样的对手 还行 可现在放在咱们跟前 根本就不够看 至于那个什么标准六导弹 原本是舰空导弹 用于反导拦截还可以 顺带着有点反舰的功能而已 但是它的射程有限威力不大 从技术角度来说 咱们根本就没有把它们太当回事 只是呢 美军这中程导弹进入菲律宾 它的地缘政治影响太过恶劣 好在菲律宾人这回还算是清醒过来了 希望他们以后也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清醒